那通许县人民医院用来做预防方的这个甘草甘姜汤 其实也是出自伤寒论 甘草甘姜汤在现在这样的大批复工的情况下 能不能作为一个普世方被用来预防呢 正常是可以的 当时我们采取的是二级预防 就是戴一般的外壳口袋帽子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呢 接着这个一个病人以后呢 在22号就组织了我们全院的职工进行预防 首先呢就是喝中药 就是甘草甘姜汤 甘草甘姜汤的作用呢 就是强胸羊健体味 强人的抵抗力 再一个呢就是爱心 尤其是感染科和呼吸科这些重点科室 那医务人员做到零感染 这就是个实施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 麻烦汤 甘草甘姜汤 隔根汤 这些汤呢都是他们河南的一个老祖先来创造的 就大家我们开篇介绍的叫《甘汗杂兵论》 《甘汗杂兵论》是我们东汉末年 一个叫张宗领先生写的这本书 他写这本书的这个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 他为什么写这本书 就是因为他家族有两百多人 十年中间死了三分之二 这三分之二中间又有70%是死于伤寒 其实就是瘟疫 就是伤寒 瘟疫 石器 都是一个病的不同的称呼而已 就是我们现在讲 西医叫新冠肺炎 中医还是叫什么 疑病 那这个方子刚才我讲 他就是出于实践 出于他自己家族这么多人死亡感染 然后发奋去研究这个中医 勤求古训波台众方写出这么一本书 那也就是说这个书 因为我们现在讲 是死检出来的一个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汉代以后一直到清朝 历代针对这本书又有多少呢 又产生了700多本相关的专著 就是再一次的证实 张宗领先生的这本书的内容是正确的 那通许县人民医院 用来做预防方的干草干姜汤 其实也是出自伤寒论 我们现在已经把干草干姜汤的配方 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投到了大屏幕上了 都是伤寒论的方式 但药方不复杂 它不复杂 结果要 但是它能解决问题 因为这一次疑病 刚才我讲 中医的 我们从临床一线 最后总结的是 专家的共识是寒丝疫 就是由于寒和丝饮起来的疫病 让大家看看这个 干姜是温中散寒的 那干草的话是补气的 解毒的 干草可以解百毒 可以补气止磕平喘 所以这两个作为预防的话 正好是针对这次疑病的病因病基 然后怎么样去提供预防 那干草干姜汤 在现在这样的大批复工的情况下 能不能作为一个普世方 被用来预防呢 正常是可以的 因为刚才我讲过 从中医角度 它的认知是寒丝疫 我干草和干姜 正好是针对这种寒丝疫 从根本上 就变成认知的时候 是根本上致病求因的 是没有问题的 通行